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神奇的茶树油 其实香薰油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 在古代 埃及 希腊那些人都已经开始食用了 远远比我们现在吃的营养产品 西药的历史更加悠久 在近年有很多人都开始喜欢学习香薰油 学习如何去自救 喜欢用一些天然的方法去自救看门口 我们常用的香薰油 其实大概只有12种左右 有薄荷 芬衣草 丁香 米铁香 柠檬 还有茶树油 那袁医生 茶树油怎样神奇法呢 那我们今天就集中讲讲茶树油先啦 好不好 那先讲讲简单的历史 那大家知道呢 这个茶树油的起源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澳洲啦 澳洲那些土人啦 是开始组用的 那它是一种茶树 学名叫做Metaluka tree 那这通常呢 它是用那些叶那里去应用的 那过去数以世纪啦 那些土人呢 有时候呢 就会用一些叶呢 就是碾碎那些叶啦 纹那些油啦 可以那些咳啦 或者是伤风啦 那或者呢 将那些硬碎的叶呢 是塗在那个伤口那里啦 或者呢 将那些叶就是泡茶用啦 那处理那个喉咙痛啊 或者皮肤那些问题的 那所以这些呢 是一般的过去的 一直都是这样采用的 那直至到呢 在大概1920年 3年年代呢 有一位科学家呢 有一位研究人员呢 叫做Alpha Penfold 那他开始呢 发表了第一份报告呢 是关于茶树油的抗细菌的功能 那这样子之后呢 他当时他发现了呢 那个抗细菌 就是抗菌的活动呢 是比较 当时我们都一种叫做Fenol 一种一种本分 一种一种一种 一种子的 一种治疗性的酒精呢 是 发现呢 他的那个活动能力呢 是竟于11倍 我们认识的Fenol 那当然啦 那此之后呢 他的工业的用途呢 是大大地增加啦 那大家知道呢 第一次大战是没有抗生素的嘛 是不是 那要你杀菌的工具 其实是有限的 那他自从发现了一下 在这个之后呢 那一直都是用得很 工业上的大大应用啦 那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后呢 就开始慢慢地衰落的 那当然呢 那为什么呢 就因为跟着呢 就抗生素就出现了啦 那也都很多人呢 对于这些所谓 就是当时就什么都说 科学啊 科技啊 那样的那样 那变得很多天然的东西 就慢慢地 那个形象就没有那么好啦 就是他应该是科学的 不是用回古老的那样的方法的 那样的那样的 那直到70年代呢 我们叫做自然医疗的自然工具的 文艺复兴奇出现了 很多人呢 都想回去一个天然的工具 那当然呢 其中原因就是我们发现 化学的东西太多问题了 我们地球啊 环境啊 就我们的药物方面那些 那些化学问题 越要严重 越要明显化啦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 就开始呢 就重新呢 是对一些天然的工具呢 就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了 好了 大家知不知道呢 如果你在一个 我当这个地球出现大灾难 就是地球 就是每日的环境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药物都没有了 的时候呢 你只能够用一种的简单的工具呢 你是用什么呢 就是用那个 莫非真是茶树油 就是茶树油啦 简单单呢 就是分享一下 有些什么 这八十种用途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呢 就是一般的皮肤拆伤啦 或者呢 是简单的刮伤啊 这些这样的情况啦 那当然了 第一个时候 就可以清洗那个 伤口部位啦 那就滴几毒些些油呢 可以直接滴落那个伤口都可以的 那跟着呢 就拿的沙布呢 如果需要的话 就包住它 那或者呢 你可以滴几天的油呢 就是在棉花那里呢 那扣了到伤口那里呢 跟着呢 就再加一个奔带呢 就扎住它 那这个就是一般的 就是伤口的处理啦 那好了 如果在暗瘡方面呢 那你就加一滴在一般的 啊 啊 的清洗的程序里面呢 那就啊 用一些棉花呢 就啊 就是啊 滴了些油之后呢 就可以呢 就是塗在这些暗瘡的地方的 那当然都可以呢 啊 啊 那当然你呢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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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草味啊 或者霧味啊 或者潮湿的那些味的 味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呢 就拿一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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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这个环境的 好了 啊 如果遇到敏感啦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以呢 就塗在我们的胸部啦 啊 腹部啦 或者我们啊 足部的反射区 是 有一种不同的敏感的 那如果我遇到一些啊 啊 啊 那我们的关节肿痛的时候呢 那我们呢 也加些啊 啊 加二十滴的那个茶树油啦 加到两盎司啊 啊 啊 那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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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叫底油啦 或者 Great Seed Oil啦 是葡萄籽油 葡萄籽油 葡萄籽油 这种基本的底油呢 那大概六十个gram 这样 两盎司这样 那二十滴茶树油 加到两盎司这些葡萄籽油啦 那或者其他的底油呢 那就当作一种按摩油这样 那要是呢 用它两三次啦 好了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 我们叫做 啊 香港脚啦 啊 嗯 那第一章然呢 清干净的脚啦 尤其就是清干净的脚趾之间啦 那加些油呢 直接滴到那个脚那里的 那每啊 每两个礼拜左右啦 那就可以用点 爽身粉啦 爽身粉就是我们叫做婴宿粉就可以了 那来到整干它啦 那这样 那接着呢 就也可以加十滴油呢 是一一汤匙 这个那個啊 那个啊 的酸也 米纸油呢 那这一项呢 那里呢 那那一条呢 那你当作一种按摩啊 每日都 tired 那些足部的脚趾的按摩啊 好了 小朋友方面呢 如果你遇到一些啊 啊 啊 这个尿布疹,清干之后可以用一些水混合油 当作一种屁股,处理尿布疹 细菌感染,可以局部应用 将这些油或脚部方面的反射区 按摩这些油,滴几滴在浴缸内 可以当作一种浸浴,亦可以对伤口感染的地方处理 口气重,有些口气问题 首先用一滴油,放入一盎司的水,当作一种浓厚 浓厚之后,记住,水不能吞 浓厚之后就吞出来,这是对口气问题的处理 旁肝盐,如果是尿道盐,旁肝盐 可以用15滴油,即是一个座盘 或是少许的浴缸,坐在这里 清洁屁股的位置,可以叫Sysbath 或者是说,你会用一个座盘 或者可以用一个座盘 或是有少许的浴缸,磨損,或是做小河 当然可以用这个方法 有些座盘,可能是因为浓得浓厚之后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即是用油溝水来洗沫 如果发现有农头的瘡戒 可以用暖水布浸泡几分钟 然后浸泡几滴油 感染的地方会浮现面部 最后排走出来 还有气管室 可能因为脂气管炎 可以用5-10滴油 即是1盎司的底油 按摩在胸部或喉咙上 每天2-3次 真正导致是脂气管炎 不只是气管室 用1-2滴 放入热水 可以用脂气管炎 按摩在胸膛的位置 这是处理脂气管的问题 还有雨伤 第一件初步可以用冰敷 然后用油来做按摩 就像刚才所说的 处理关节炎 做一些浸泡 还有奔仁 大家知不知道奔仁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 奔仁是大脚趾扭转了 大脚趾扭转了 大脚趾扭转了 这些可能是有点天生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埃及 我去上我的老师的同学疗法课堂 遇到有一个妈妈和女儿 他就问我用什么疗剂去医癌 原来他说他和女儿两个都有 很明显 医癌可能是一种 不只是穿对鞋 都不合适 其实有些是天生的 也有一种这样的倾向 原来也都可以用这些油 做护霉 同学疗法方面也有很多疗剂 有时候如果是同学疗法 你的需要我用同学疗法 会用同学疗法的方法去处理得到 还有就是烤霜 烤霜是很多不同 déjà gun cuant to water 然后要加一些油 一般传统是用冰水,用冻水淋的,但我发现其实不太好 和尿化石很强调同类相似,你用热烧的地方,用热去医是更加有效的 有些人说是否搞错,一会儿才不小心录出,通常人们就立刻拿冻水冲 如果大家尝试实验,不小心遇到在炉灶,不小心烤热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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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很痛,然后会起泡 但如果你试一下,我自己试过,真的可以 如果你不小心在牢座上烧伤,不要说用绿水绿伤 如果牢座烧伤,当时会很痛,当时牢座不会立刻起 你立刻把烧伤的手部份,通常有手和手指 你会感觉热力很强,你会感觉到一种很热,当然烧伤的部分 就好像有针刺感,当然是继续痛,但你会感觉到一种针刺感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用烧伤来处理烧伤,你会发现 然后你会感觉到疼痛,就会很快消失,而且不会起泡 这就是同类疗法的原则之下处理这个问题 听闻很多厨房的厨师,厨师都不能够避免,烧伤 懂得做的人都是用热来治疗的,用同类伤痣,用热来处理热的伤口 好了,当你做到这个之后,当然你可以继续滴几滴油 有时候会加少许一茶匙蜜糖,蜜糖处理商量很好的 还有一个工具,我会有时候用蜜糖,蜜糖水,混合热汇水,热汇水,热汇水 热汇水是非常之好的 好了,还有就是鸡眼,起枕,五滴油,用一汤匙的底油 就是刚才所说的蜜糖水,每天用两次,重复两次 当起枕或者鸡眼开始软化的时候 你才慢慢用一些钙,将口皮慢慢撕走 每次撕走之后,再加些油 这样可以将鸡眼处理慢慢减少 好了,还有就是口生肥脂,整天都生肥脂 通常,如果整天都生肥脂,记住 很大的原因都是社会敏感 留意这方面 当然,的时的处理也是,一两滴油直接摘到环柱 可能用一些棉花,滴油直接敏下去,一天敏它两下 因为棉花,如果这样滴在口中就没有用 很快的口水就冲走 所以我建议用棉花球,滴几滴,直接按住肥脂的位置 好了,还有些是仓界,Cabanko仓界 是严重一点的,一两滴油,用棉花棒,棉花球 有些是仓界的位置,所以就重复两次 好了,有时是嘴唇爆裂,也是用一两滴油 有些是唇膏用的油,有些是用油的,不是用唇膏 混合在唇膏油那里,就当是一茶唇膏用的 有时不小心被昆虫、草蚊之类咬住 当然最简单,滴一两滴油 好了,还有些是包唇瘡 也是用棉花棒,滴两滴油,直接敏在唇瘡上 一天就换它两三次 好了,咳咳,可能是因为智气管感染,或者是普通咳咳 用一些噴霧剂,加几滴油,加一些这样的 噴蒸气那些,来到吸取 即是直接吸入智气管那里 就用它大约5-10分钟 好了,还有什么用呢?就是头皮 如果有头皮这个问题,在我们一般的洗头水里 加几30滴,或者直接洗了之后 就把茶树油直接滴到头皮那里,做抹沙 好,一般的皮炎,怎么做呢?都是10滴油 就是一汤匙的grapese oil 那个提子油那里 就当作一个massage的作用 就是那个患处那里按摩 要是重复两三次,就是不要一次就算了 最好做多几次 干燥皮肤,也加5滴油 用一汤匙的杏仁油 Sweet almond oil 就当作一种简单的按摩 按摩的护肤作用 还有,耳朵痛,或者耳朵感染 都是用两三滴的油 加入两汤匙的暖的橄榄油 可以用一个滴针管 直至滴这些暖的橄榄油 加了茶树油 把颗子和头部滴下去 用完之后,就可以用棉花棒 把油慢慢吸收 现在要重复两三次 濕疹,就是10滴油 加了一汤匙的grapeseed oil 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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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用椰子油 也可以 做一个按摩 一、二、三次 好了,达气肿 达气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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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一个空气的噴霧剂 加10滴 提子 炙至干的烧气肿 会沮着五至十分钟 解脱 如果被喘了 这是很简单 不用说 直接涂 如果根据痛风 怎办 这也就是 10滴油 用2汤匙的底油 盘处痛处 做抹茶 一、二、三次 如果盐肉发炎 牙肉痛 牙周病 亦是做一个塑口水,用干净的水,或者放一滴薄荷油,再加一滴TG oil,就可以放一种塑口水来浪油 我亦都跟大家说过,有一种油白发,你直接拿油,含油每天就20分钟来浸油,这也帮助牙周的问题 如果我们头湿怎么算好呢?20滴的油放在2汤匙的洗头水,也可以直接按摩在头皮上 等它停留大约10分钟,再清除它,每天都要做的,起码三四次,直到头湿的虫蛋都要做 记住,这个要重复的,虫蛋就算你搜到一部分,很难全部弄走 风烂怎么算好呢?10滴油,加上四汤匙的,我们有一种叫Witch Hazel 另一种草草油,加上草药,草草油,也是用棉花球 或者把它混合到椰子油,来融合在风垃圾上 这就是这些,还有一些东西是,一般人就喜欢家庭的稀剁用品 很多时候因为它有菌,可以杀菌,防止伤风,感冒那些病毒的传播 通常它都很喜欢做一些茶树油的清洁剂 做法都是用两茶匙羹油,用两杯水,用一些噴霧器 当它有些衰退抹干的时候,便会噴霧 我自己也做的 你自己也做,很简单的,它的味道很香 还有就是免疫能力,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加强免疫能力,便可以用空气里传播 经常用,经常用一些稀色的茶树油 在腿底做简单的脚底按摩,可以增加免疫能力 有些受感染的伤口,都是加些油在蒸汽 用蒸汽噴霧器放在接近伤口 也可以加一滴油,一杯水,充洗伤口,一两次 任何发炎的地方都是这样做按摩 按摩手法通常都是向四肢推向心脏的位置 或者用呼吸系统的发炎、整体性的发炎 都是一种噴霧,闻一下它,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还有就是我们的山毛 即是我们的毛囊是在盗刺之下受到感染的 即是毛囊炎,可以简单来说 我最近遇到一个人,他患了毛囊炎 他是在中国的,他跟我说 他说,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他说,原来是没有得医的 他说,是吗?我都没有听过毛囊炎,没有得医的 我真的听闻了 我没有机会告诉你,如何处理 其实,如果这些这样的,我叫做in-grown hair 其实是一种毛囊炎 都是可以用一两滴油,直接塗在环柱 每两个小时,或者一路用到毛囊炎 处理到的问题 所以不需要,这个是一个挺好的 我觉得毛囊炎,我都没有听过毛囊炎 是说没得医的 好了,也是渠蚊,渠蚊蚊,渠蚊蚊,渠蚊蚊 用来那种喷毛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运动员的痕痕 其实是一种毛囊 都是用十滴油,用两汤匙的底油 一天就塗在环柱 平时就用一些婴粟粉来做干它 让它不会爆炸,不会湿湿粒粒 好了,还有烟后盐,也是五滴十滴油 加少许海盐,再一杯暖的水 每天就两三次用来扫口 但记住,不可以吞的 好了,还有就是洗衣服,洗毛巾 你知道,有时候人们怕 如果毛巾和衣服浪得不够 都会有少许毛巾的感觉 那你就用它搬茶匙 就是这样的作用 现在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陆创意健康店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神奇的茶树油 袁医生你刚才说了几十种茶树油的应用 我知道还有的 是呀 还有一个是很好用的 香港最近潮湿 发现很多时候潮湿的地方 整幅墙都白了 黑了 如何处理那些毛呢 当然首先 抹干了那些毛 清掉之后 最后就可以噴一些茶树油 噴了之后就不要再麻 这个是防止那些毛 再继续上去 好了 还有就是 鼻蚊咬到 很简单 滴一滴油 好了 如果周身肌肉很痠痛 怎样 都是这样 用十滴二十滴油 加入半杯 那个瀉盐那里 OK 接着呢 就什么呢 浸浴 希望大家 家里的浴缸 没有 没有 随咒 很多人 香港人不知道为什么 不喜欢用浴缸的 如果有呢 都是在装修的时候 就脱走了 是 其实呢 浴缸是很好用的 你有浴缸 你也可以用浴缸 是吧 但是如果有机会浸浴是很好的 那就是 那个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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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下去浴缸 是非常之好的 对周身冤痛 那些这样 那当然呢 亦都可以了 用十滴油 用两汤匙的那些 那个底油 那样 就作为一种肌肉的按摩 那样 好了 那 灰甲 大家知道了 灰甲就好 一两滴油 直接滴到那个 灰甲和指甲的周围的地方 那让它自己干 那就是 让它自己自动干 一天呢 就早晚 起码要用 起码整个星期 这些没得急 下灰甲是一个很缓慢的问题 好了 那还有呢 就在家里有些 很多些 就是发现有些 蚂蚁啊 那些这样的东西 那也都可以 就在蚂蚁出现的地方 是塗些油 或者就抹一抹它 那你知道 其实蚂蚁呢 其实蚂蚁呢 是靠那个味觉的 那我通常呢 如果你蚂蚁的 行过的地方呢 你拿八部抹一抹 或者拿一些 肥皂 它就不懂得迷路了 那所以蚂蚁呢 其实是靠那个抽葛的 那用那个香草油 都可以帮到它的 好了 还有油了 脚底的油 可以好痛的 那都是用一些 就是未稀色的油 塗下去 一两三次 这样 好了 牛皮鲜怎么算好呢 简单 都是一样 十滴油 用一汤匙的底油 就做一种按摩 因为至少呢 牛皮鲜的位置 都比较大一点 那记住 重复一下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一、二、三次 这样 好了 还有呢 如果你的皮肤突然出疹 那用些油 就加那个什么呢 加椰子油 我们经常都很强调 用一些 就是皮肤 好像我们的身体 吸收器官的 那所以 用在皮肤那里 尽量用一些 是进口的工具 好了 风湿了 今次不是这样 关节痛了 风湿呢 减低风湿痛呢 都是用二十滴油 加两盐子的底油 那就是 尽量是将 横处 就做尽量按摩 那一日 就是两三次了 好了 那再一句呢 我们叫做 ringworm 就是那个 那个 环鲜 那大家都知道 ringworm 一圈一圈 通常是属于一种 毛菌的 那都是一滴两滴油 那这样就 塗下去 那个环柱 那盡量呢 就一日 起码做回两次了 那或者有时候 有些人呢 就加上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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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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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可能更加好些的 好了 左一点就是 scabies 一种 一两滴油 直接塗下去 环柱 早晚用 好 好 好 总之就是 坐骨神经痛 那用十滴油 用一汤匙油 底油 就是 塗在那个 坐骨神经痛 要大家知道 坐骨神经痛呢 通常是大腿下 屁股后面 那个 神经线 由腰下腰一直伸展到 那个 小腿后面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 皮脂炎 sible right 一种皮肤的问题 皮脂炎 用十滴油 就是一汤匙的底油 那里 就是按摩去环柱 一、二、三次 如果是皮脂炎 身体的头部的时候呢 都是用十滴油 用两汤匙的油 用两汤匙的洗头水 按摩在那个头那里 跟着呢 就等它停留大概十分钟呢 才清洗它 大家记住呢 很多人呢 洗头是很快的 那头 那头 塗两个塗的几秒钟 就拿水冲的 尤其是用那些 Hair conditioner那些 记住呢 要它逗留一段 就是要逗留时间 越长越好的 那它通常呢 就给它大概逗留十分钟 那 那接着呢 就来到清洗 那一天呢 起码呢 就是重复呢 是三、四次 就是不是一下子就算了 做多几次这样 那也都可以呢 再加些油 在那个 就是那个 浴缸那里 好了 Shingle Shingle 是什么来的 是什么来的 是那种皮肤的那些 那些抛层 那通常呢 也是这样 就用十滴二十滴 十滴 十滴油 加到半杯 那个 那个射盐那里 那里 那就是那个 在浸浴 那样 那这呢 当然呢 可以用些油 就是做按摩 加些底油 或者椰子油 如果你的家是没有 就是没有浴缸的时候呢 就用这个方法 好了 鼻豆盐也是 那通常鼻豆盐 可能因为质气管炎 可能就是 就是本身的鼻豆的问题 那用一个 那个 噴霧剂 Vaporizer 那么就加十滴 就是加到一些 就是加到一些 蒸气那里 那里 就等它开去 五分钟十分钟 那或者呢 就可以加两滴油 呢 就是在那些洗鼻壶 印度很流行的 就是Netty Park 那有时候 那有时候 我们以前的公司也是有的 健康店也有的 那最近呢 就那个 暂时就卖了 那如果你找到呢 都可以 就滴到一些 那个洗鼻壶 那里 来到清洗鼻孔 好了 好了 肌肉烟痛 肌肉烟痛 那也是 浸浴 是吧 滴一些油 那就来到 就是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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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浸浴 好了 好了 后浓痛 两滴油 一杯水 那就加少少盐 那来到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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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 五滴油 一盆水那里 那就拿个头呢 就呢 就拿个蒸汽水那里 来到 来到 蒸那个面部 就是这些时候呢 现在讲的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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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很难 不可以直接 那会很难的 那你用这个方法 用蒸汽 来到 就是蒸面的方法 好了 曬箱 怎样用呢 都是一汤匙的 那个 椰子油 那加一滴的 茶树油 再加一滴的 就是 分衣草油 那慢慢呢 就是塗在那个 曬箱的地方 好了 好了 额口疮 那些 那也是这样呢 就是 用在那个 就是 当一种浓厚 加些海盐 加些暖水 一滴的 就是一种 咬瘡 这个室匙比较多些 有一种 一种免疫的问题 好了 有些 就是 有些 有些 塞 直接滴到塞 周围的范围 可以把塞 可以把塞 赶走 好了 那就是 指甲 指甲 那个 山姆裙 都一样 好像香港脚的灰隔 差不多 记住滴下去 直接滴下去 记住 要经常滴 不要一下 两下 好了 那些人 就 除了 拆牙 那些时候 直接用油 去拆 就不用用牙膏 那么多 好了 那 扁涂腺炎 也是 噴 纹那些 蒸气 加几滴的茶树油 或者用来做浪口 就是按摩 按摩 那些都是可以 按摩在油 可以按摩在颈部 或者是竹部 那种反射的作用 我说的是扁涂腺炎 当然 也是有些 子宫发炎 受到感染 也都是 就是在冲涼水里加几滴油 那种浸浴 在冲涼的时候 一般的所谓的感染 或者病毒的感染 都是用在油那里 就是一种蒸气也好 闻气也好 那样 还有就是那个油 都是直接散在油那里 记住 早晚用 油那样东西 就不是那么容易脱的 记住 你用起来的时候 就要慢慢用 早晚用 用一段长的时间 但其他一般的伤口 都是这样用 用这个方法 OK 即使你看到 其实要用的方法 多到吓死人 是啊 真的想不到 茶树油这么多功用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原医生预约会诊25773798 可爱听众 也可以用Skype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原医生网上会诊 可以打以上的电话 25773798 或者 email去cs 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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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